时隔两年多 终于又看到这位天才空位的新视频了 还记得西安哈蒙吗 今天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大学生涯首秀 代表白球恩库克曼大学出战 十八投五中 三分八中二 拿到了十五分七助攻二盖茂一抢端的数据 虽然很铁 但从视频上可以看出来 他的球风还是熟悉的味道 来看看这击背后运球过人后的拉杆二加一 相当漂亮 早在五年前的时候 西安哈蒙就已经火遍全网了 当时被称作是全美最强出终生 他是史上第一位初中没毕业 就入选美国优16男篮的球员 虽然很矮 但在场上却无所不能 进入高中之后 他在高一赛季就统治了比赛 场均砍下32.7分 另外还有7.8助攻3.4篮板2.8强段 不过后来的多次转学 还有一直没长高的问题 对他的数据和排名有一定影响 一直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的身高还是只有180 最终哈蒙的评级是四颗星 85分 排在2021届的第50位 空位位置第9 他收到了包括肯塔基 堪萨斯 路易斯维尔 在内多所名校的奖学金邀请 最终他选择了加入西肯塔基大学 不过球迷们 迟迟没能等到哈蒙的大学首秀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学校官方宣布 西安哈蒙因为个人原因将退出球队 理由是心理健康问题 听起来好像有些离谱 国外有位博主为此制作了视频 解释了西安哈蒙退队的真实原因 其实是染上了违禁物 并且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 因为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奇怪的视频和照片 并且整个人看起来肥胖 苍老了许多 有些小道消息正是哈蒙的这种状态 是与违禁物有关 不过好消息是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哈蒙重新投入到了训练中 然后 在8月份宣布转学到了西南联盟的白球恩库克曼大学 在今天完成自己的大学首秀之后 不少球迷都发表了动态 对他的浪子回头表示高兴 如果你是哈蒙的球迷 你还会继续支持他吗 你依然看好他的未来吗